我的祖辈一直在省城在福州做茶的生意 从清朝的乾隆年代一直做到 后来的光绪年代甚至做到民国之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半工半读是很普遍的 不单只是大专业校的学生 包括就是中学的学生 有很多也都是白天工作 晚上才去练夜校的 我认识的很多家庭 他们的儿女就小学毕业之后 就要出来工作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童工还没有到合华年龄 有时候就用假的身份证 用弟弟用他哥哥姐姐的证件 就抱大了年纪去工作 那晚上才去练夜校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 就说这个你要找一份工作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你找到一份时刻 你的工作时刻呢 就真的呢就要这个把你的所有的这个精神时间 这个放在你的工作里面 而且呢还要在刻意的时间 在晚上呢又要到这个学校去进修 那如果呢因为当年呢 就这个家庭环境啊一般呢 都是这个不是不是那么好的 这个这个都市呢 那个时候香港的本地的人就就一百多万 突然从瑞地又来了一百多万的人口 这从瑞地来的呢 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没有这个带 多少的那个那个财富到到香港来的 包括这个住的环境啊什么的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从外地来到香港的人 他们都有一种这个拼搏的精神 就是你要在香港这个生存下去 那你一定就要要拼搏要努力的去工作 那将来呢才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 这个在我工作的那个公司呢 我是这个老板交代的工作一定要把它做好 就老板没有交代了自己能做的 也都这个办公室做好 所以呢事实上呢你在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努力的工作呢不单只是你拿了公司的待遇那肯定要付出啊 但是呢你如果这个投入到你工作里面去 事实上呢你可以从工作中呢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就是利用那八年的这个工作呢 我就学会了这个差不多呢就那个公司里面包括 它的营业部的这个的工作的业务 另外包括这个技术方面的工厂里面的整个的生产过程呢 我都这个掌握了 那么这样呢在我这个工作的八年之后 我掌握了这个整个的行业的这个经验 整个行业的经营的方法方式 那这个到了第九年我就自己出来这个创业了 当然只能这个开一家创卖一家小型的这个公司 但是呢这个你如果有一个好的开始 创了业之后呢就变成了你对你将来的发展呢 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你这个可以呢 往你人生的一个这个新的阶段呢 去努力去拼搏 所以呢这个一定呢就是说 在你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要选好你自己有兴趣的那个行业 那一方面要有你有兴趣 另一方面呢可能呢要研究一下那个项目将来的发展的前景 怎么样是吧 那如果你选好了你的工作 你觉得是有前途的 那再经过你在工作之中呢 去吸收这个有关行业的经验呢 那对将来自主不一定要做老板 那你就是可以你自主的晋升啊 而且是你从这个一家规模不那么大的 可能你就可以这个跳槽到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那样的公司去 就是杨先生跟我们 尤其是给学校的年轻人分享这个学习和成功的体验 实际上就是学习 终身学习 你在学校里学习 工作也是一种学习 实际上我觉得杨先生除了这个 还可以更多的跟我们分享他对生活的爱好 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也可以看到他的品位和鉴赏力 去年我们十月呢 我们做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传统分享 我有幸读到杨先生的这本书 中国茶文化 然后也听他讲了关于茶文化的一些 给我们普及的知识 因为杨先生呢是来自福建嘛 那又是我们福建大红袍盐茶产地的人 除了我们惠天下以外 在我们福建513还有他的这个西瓜这样著名的品牌 就是他不仅致力于这个工作 也喜欢推广茶文化 那我们很想听听杨先生在这方面 尤其是其实那天听了讲座 我就很想说 如果杨先生可以在我们珠海学院 有一个这样的推广茶文化的一个行动或者计划 我们是很乐意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 那杨先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 在珠海做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年轻人做一些传统文化 茶文化的通食教育 那也因为茶嘛是需要品尝的 那是不是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茶的茶室 供大家来分享 我自此几十年的经验 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他的业余的爱好 那这个由于我家族 从我曾祖父高祖父那一代开始就是做茶的 主要是我老家是福建的泉州 但是我的祖辈一直我们都是在省城在福州做茶的生意 那么是从这个清朝的乾隆年代就一直做到这个后来的这个光绪年代 甚至做到这个民国之后 这个那本来呢就是在这个十九世纪中开始呢 那就福州作为无可通商的港口之一呢 主要呢我们祖辈是做英国人的茶叶的生意 英国人的当年的那个大的帆船就开到我们福建的马尾港 那福州到马尾呢就有一条瑞河 我们这个祖辈的那个茶叶呢就就在福州的这个那个那个小的河边 那这个茶呢到要运到英国去呢就通过那个小河就运到那个马尾港 就可以就运到这个英国那边去了 所以这个但是到了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呢 由于英国人他们在他们的殖民地印度啊 在西里兰卡就至此可以种出这个红茶来了 所以就开始不那么跟我们到我们中国来买茶了 所以这个到我父亲的那一代呢就茶叶的这个生意不那么好 所以我父亲呢就到菲律宾去投靠他的舅舅去学做这个学做生意 这个其他生意了 但是呢这个由于我祖辈是做茶的时候 这个从小呢就这个对茶呢就特别有兴趣 那么来了香港之后呢就我父亲的很多朋友 虽然我父亲是在菲律宾但我父亲在香港的很多这个 这个福建在香港的朋友还有潮州的他们都是做进出口 这个跟我父亲有生意关系 他们在香港的那个文寒东思街那些地方啊都是做这个进出口生意的 而那些这个我父亲的那些朋友啊就当我是晚辈嘛 这个这个我常常就到他们那儿去也就常常这个一到他们那儿 他们都都是喝功夫茶的就就像是这样就而且呢都很想就啊 用这种小小的茶杯啊小小的茶壶啊就冲泡那个那个功夫茶 所以我这个十多岁十三岁来到香港之后呢我就学懂了这个怎么去品这个功夫茶 那么当然就是说一般的普罗大众他们是到茶楼去喝茶的 但是我们香港人呢是从广州那边学来的就是说到茶楼喝茶应该茶叶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可以选择的是吧 有寿命啊还有容景啊这个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铁观音啊还有这个什么六宝啊 啊还有普尔茶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而香港呢就是呃香港的四门大众呢都是五湖四海来自这个我们这个瑞地啊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所以喝茶的吃惯呢有些人是喝寿命就是白茶的啊那这个江洁那边的他们就喜欢喝绿茶就喝比如说那喝容景啊是吧 呃这个那广东人呢就比较会享受他们什么茶都都会喝的那么特别就是说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他们就喜欢喝的他们就喜欢喝普尔茶啊而且是六安啊而这个香港的那个那个茶楼的那个点心呢是这个特别的讲究啊 嗯啊这个那这个也所以后来香港人都都跟着 因为广东人为主多嘛就都学着广东人了是吧早上一早就有喝早茶啊 啊那么这个这个中午又喝中午茶就一边喝茶又一边是当午饭到下午还喝下午茶对吧 到晚上呢到晚上呢还喝下午茶又当时消夜啊怎么的都是很很讲究的啊 他们也有这个早餐茶也有这个下午茶那么这个那个时候这个这个回归以前嘛香港人给英国人管制了一百多年 所以香港的一些政府部门呢他们都有一个这个喝茶的这个茶水间 就早上这个这个如果是九点钟上班的可能到这个十一点啊就可以 他们就可以他们就可以用十五分钟就可以这个休息一下就可以去喝一杯这个英国的红茶 他们一般呢都是茶再加上奶加上这个糖啊什么的也有就是茶加柠檬的加糖的也有就是这样这样的一种 这个喝茶的这个喝茶的吃惯啊但是到了我我后来呢我进了这个这个工厂就在工厂里面做那个工厂的那个我的那个工厂的员工很多人就吃惯下午呢喝香港湿的香港奶茶 这个这个香港奶茶呢这个跟英国的那个茶呢它一般的加奶加糖还不一样我们那个香港的这个奶茶呢真真正正是很讲究的 而且就是说它就是说它把几种不同的而且就是说它把几种不同的红茶呢配配再一次另外呢真的要在加水在在水里面煮 还煮了之后呢那个那个茶呢还冲了之后呢还要什么拉茶什么的很讲究的 所以你如果懂得喝香港的最经典的奶茶呢你会觉得呢这个什么茶你都不再喝了咖啡你都会放弃 因为因为喝了一杯奶茶呢它可以呢你你如果早上喝呢从八点钟喝到十二点整整四个小时你都是可以这个精神状态维持到最好的 所以所以这个英国人呢他那个200多年前他搞那个工业革命呢事实上就是因为他的工人呢一早这个早餐的时候就喝了这个两杯茶呢之后才去上班 所以这个工作能力呢就就特别的强 实际上那我们香港在五六十年代呢发展那个传统的这个工业时候我们的那些工厂里面的工人呢也都学会了喝这个香港的奶茶 也是对这个提升工作的效能呢是有帮助的 大排档的那个大排档的那个大排档的那个夜宵啊大排档的奶茶也是很出色的啊 那因为我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香港人喝茶呢可以说是呃中国传统的这个喝茶的这个传统 包括呢就是呃我刚才提到的工夫茶是吧那还有呢我们这个一般茶楼这个喝的茶那另外呢现在这个最近这些年一些高级的中餐厅他们在这个吃饭以前而且期饭中间都会提供呢一些这个精选的名字呢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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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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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说是几百块的也有 但是你现在在普通的茶楼 喝茶呢 一味茶也要多少 也要十多块钱了吧 有些的贵一点的都要二十块钱都有的 那香港呢 就是说这个各种不同的喝茶的方式 包括香港有很多少数族类 包括那个巴斯斯坦人 印度人他们喝的那个赖茶呢 也是这个很有味道的 也是很讲究的 那如果你要喝这个纯粹的英国方式的红茶 你到半岛酒店 到很多五星的酒店 也可以品尝到这个最最最标准的英国的那个那个下午茶 那另外呢就包括 最近这些年我们台湾同胞 也这个这个台湾的喝茶 他们叫茶艺 也这个这个也都传到香港来了 是吧 而日本人的那个茶道 他们经常也都有人呢会这个介绍到香港来啊 还有那个韩国的这个茶礼啊 喝茶啊 所以这个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品茶的方法方式呢 你在香港都可以接触得到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的那个珠海学院呢 如果能够呢 有这么一个课程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全世界的品茶的方法方式 不同的文化啊都能够这个结合起来介绍呢 那那之后呢可能对这个我们两岸四地的交流啊 可能对我们一带一路的这个茶文化的交流啊 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呢可以这个讲好啊 我们的中国的故事 香港的故事 而且呢就可以把这个不同的文化呢 就给这个串联起来 一起来这个花样光大 是吧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按这个小鐘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芯片